图兰本 图兰本位于印度尼西亚巴里岛 是印太地区最著名的潜水圣地之一 它因美国自由号沉船潜点而闻名世界 如今 其生物多样型 吸引了诺一不绝的游客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自然爱好者 来到图兰本 寻找奇特的生物 其中 许多水下摄影师来到这里 测试自己的水射技能和知识 在图兰本进行水废潜水非常容易 并且全年都是适合的季节 可以从海滩 前往绝大多数适合微距摄影的最佳潜点 这里的水通常非常清澈 温度常年保持在27度至32度之间 从非常浅的位置直到水下30米 都可以发现大量的海洋动物 这种海阔鱼 这种海阔鱼跑得很快 这个物种大多在晚上活跃 它应该不会喜欢潜水灯的照明 这种裸腮类海阔鱼数量非常多 并以海绵动物为食 这种海阔鱼属于囊蛇木 它们刺穿藻类细胞 并吸食细胞内的物质 一只健壮的蓝旗提刀鱼游过来了 冒充一片枯叶 这是难得的拍照机会 不能错过 游到更深的地方 一只最美丽的海阔鱼映入眼帘 这只海阔鱼收回它的腮部来保护自己 这种海阔鱼因总是成双成对而闻名 丑脚虾以海星为食 开放水域中不常见到 这种大小只有10毫米左右 罗塞亚木鼠 丝雄同体 但不能给自己受惊 最初短暂求爱后 交配持续几分钟 像这种 一些罗塞亚木分支尚未确定 也许这是一种软体动物 一只骑在罗塞亚海阔鱼上的底虾 是的 这些共生虾可以随时打个便车 找个住处 而宿主却对此无能为力 这种海阔鱼随着年龄的增长 外观会不断变化 直到长到20厘米左右 甜甜圈罗塞亚海阔鱼 看 它的心脏在跳动 左边的两个是同一物种 但右边的两个是不同的种类 这种海阔鱼 以其他罗塞亚海阔鱼的蛋为食 另一只在卵包中吞食这些微小的 罗塞亚海阔鱼的蛋 这种海阔鱼偏爱用海绵做饭 在图兰本除了海阔鱼之外 还有更多的生物 比如这种海阔鱼像 小小的虾虎鱼 或者这种无害的带撞蛇吗 它看起来确实像一条真正的蛇 但它是一条鱼 而不是爬虫类动物 每次潜水都会带来新的生物和新的回忆 有些人会将它们保留为照片 与朋友们分享 还有一些人会乐于了解更多他们所看到的生物的信息 在这里 每一种海洋动物都能跟人类和谐共处 我们希望 人类能更重视保护海洋和这些可爱的海洋生物